而因为天气的关系封面 现在袭击台湾也让各地现在陆续传出了部分的灾情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是嘉义县竹崎湘桥村 昨天晚间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 造成了道路施工的泥土堵住排水沟 大雨没有办法宣泄 因此夹带着大量的泥浆淹进了五户民宅当中 而泥浆的厚度大约是淹到脚踝了 让原本已经打算入睡的居民 得忙着清理泥泞不堪的客厅 而居民的路步 他们目前是怀疑的是附近的道路施工不良人祸 浑缩泥水冲进民宅 造成客厅泥泞不堪 家具淹在泥水里伸起脚踝 民宅主人叫不用睡了忙着清掃 我走到一趟穿沟头很健康 还要脱油 南部松坏走一个这样 很害怕 以前年轻多到现在我不会这样 我认为这是感受的问题 那红台座比较大的味道 嘉义县竹崎湘湾桥村十几年不曾淹过水 遇上台风也没这么惨 四号晚间突然一场大雨 就发现泥浆冲进民宅 五六户遭殃 居民怀疑是附近道路施工 排水不良所导致 路做工程 它冻水的做料不好 居民怀疑城包商施工没有做好防护措施 雨水夹带泥土堵住排水沟 这几天又有豪雨特报 未来雨势一旦加大 居民的生命安全谁来把关 中天新闻猴国文张玉兴 SNG小组价义报道